来 接下来我们来进入猜不透的爱人 一 我已经算是相对 男生拖对女生很不公平 我的想法 就是我会觉得对方如果伤害到我了这个地方 你发现了不合适的地方 觉得这样提出分手了 你找了一个理由你不负责 然后讲好了 如果说 你的所有的最后的结果是硬要绑在一起 说一个你这样不好 这样一个能力都没有的话 那我觉得那你真的也是太逊 分手会不会也是一门艺术学问的问题 但是当他把所有的方法都穷尽了 好 来下一个问题就 有点意思了 每个人听完这个问题 都如果有所 好 来了啊 三 哈哈哈哈 感觉你特别需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是记忆那个网友呢 这是叫刘晓乐的一位 哈哈哈哈 你是现场烟 你是上午就开始烟 三天三夜才能做完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就是我们的研究里发现 只要你掌握在主动权上 你找的对象就会比较比你被动 在感情生活中 已经 相处中 已经 确认关系了以后 对 所以也是觉得是沈老师 对是沈老师 你们两位都觉得是 对对对 沈老师高票当选 高票当选 确实也也有经验分享给我们了哈 好 来我们来看下一题 好 来了啊 三 一 我这我也 哦 这个真的很分歧 其实就是 沈老师 我我感觉 是葛丽姐 没有我他个性格跟我差蛮多 真的吗 对对对因为 孙姨 我理清我自己 我觉得已经很费劲了 好来 那他说就是吃 那挺好的 就是我锅了可以吗 可以啊 可以烤肉 还可以涮青菜 所以这样都蛮 可以的 可以的 打边论赞了 我还没有 因为太了解自己了 因为都知道自己的缺点 什么在哪 好 我们来看下一题 好了 来了啊 三 我 我 那也不知道是谁 你吧 你 好 我有三票 我觉得是 我觉得是 真的 因为我觉得感受比很重要 这里面就包括恋爱的感受啊 各种各样的感受 工作的感受也是一样 我一下就会有兴趣 体验感 新奇感 这对我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这两者我觉得一点都不冲突 就是为爱解决 我也觉得 二三 这样子最好的 结婚有家庭 对 所有的困难都是要 我们可以活到七八十岁 八九十岁 我觉得那个时候你再下定义 再去总结这一生 其实 但是我总认为 就我们所有人 我 约会跟那个 你要录一个影 我觉得我们可能在座的 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 就我们 那就肯定都做得到了 谢谢大家